第三站是拜县 我们一路颠呀颠 绕呀绕 终于 到了 我们住的这个酒店是不是很有在童话里的感觉呢 拜县是一个可可爱爱的 很小的一个小城 小河绕城而过 有很多特色的度假村建在河边 欧式的小屋 泰式的木屋 和农田树林穿插其间 这个二站桥是 二站的时候 日本人为了连接泰缅边境修建的 拜县的正确打开方式 就是骑着小摩托溜达 最后来要做两个小时期的车站 就是个小时期的车站 一边的小时期的车站 下来有个小时期的车站 这边是一个小时期的车站 也在这边有什么小时期的车站 你会当下来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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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温泉是个天然的温泉 人也不多 挺安静的 这个观景台可以看到拜仙的全景 在这里喝喝茶 看看风景还是挺惬意的 可爱的小城连邮局都这般可爱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